好,接着我们看一个short cut的形容 原来可以用来每日定时暴天气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先看看 这里有一个short cut 我们先播放一下它 这里做什么呢? 第一个action,第一个command 就是去拿现在的天气的资料 你自己在iPad上有一个app叫radar 在你这个位置 就将它里面某些数据 譬如现在温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湿度 或者落雨机会把它拿出来 这是文字形式来的 第三个action就是 我们用speed command 将这些文字读出来 这个short cut就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挺有用的 因为大家晚点回面试课堂的时候 早上要先看看天气 大家可以听听那个iPad 报那天的天气给大家知道 下雨大姐 冬就穿多件衣服 好,我们看怎么做 做一个会报天气的short cut 还要自动报的 好,按这个加键 再选create personal automation 按time of day 比如遲些 遲些要回面试课的 早上可能是7点钟 好,7点 就weekly 星期日 星期日至星期五 好,首先add action 就是找个天气app 选apps 这里最低有个weather get current weather 就可以了,足够了 这里已经 还有其他预测 weather forecast 还有其他预测 这个动作就会拿到 现在在你的位置 current location 天气的状况 回来 存在某些地方 要把它放在text box 上才行 就是我们再按多个加键 这里不知为什么仍然是 weather 我们找回text box 这里没有的 要去search 找回text才行 用文字盒 装着天气资料 text 好,例如装着什么text 你看到这里 一按一按text box 这里就会出了weather condition 你再试一下它 这里就找到 day,日期,location,temperature 即是现在的温度 我们试一下 这样按temperature 这样按temperature 可以了 现在这个command 我们play一下它 它用文字显示的暂时 24度 我想读它出来 我不想它只用文字表达 我们再按多个加键 加多个我们叫Speed text的功能 这里有了 文字都可以读出来 其实是Siri的声音 好 这里就有一个Speed text的command 我们play一下它 这个是英文来的 看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用英文 喜欢用英文 就用英文 如果你想用广东话 Speed 这里是show more 选用language 这里我们选用Chinese Hong Kong 这个就变成广东话 其他这些都暂时不用理智了 那我们就play一play它 摄氏24度 对了 现在说回广东话 但没有理由怎么说24度 我们应该加回自己的文字 例如我加回三个字 现在是 现在是摄氏24度 好 接着可以继续自己的句子 即报天气的句子 可以自己继续的 接着我想知道 譬如今天最高最低温度 就是句子与句子之间 就有少少停顿 最低温度 这里我就选用Low 好了 加Cumber 就令到它每句句子中间 有少少停顿 听得上来自然一点 现在是摄氏24度 最高是摄氏26度 最低是摄氏20度 除了关心最高最低温度 就是要穿几多衣服 即是上学之外 还要留意是有没有下雨 这里我们主要是关心会不会下雨 或者下雨的机会有多大 就不是说下几大雨 总之有机会下雨就要单遮 我们再选了Weather Condition 这里就有个叫做Precipitation Chance 这个用了地理科的一个很专业的词 下雨也叫做Precipitation 下雨的机会就是Precipitation Chance 好 我们再选一次 现在是摄氏24度 最高是摄氏26度 最低是摄氏20度 下雨的机会是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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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的机会是不低的 所以要带遮 好了 全部推出了 Next 下雨的机会是20氏25度 就是继续用 immersed 那下雨的机会是15度 下雨的机会是20次 然后用乱入好 点资料